这个妹子在刷卡停车 今天是旧金山 2024年的3月16号吧 感冒了感冒了 感冒了感冒了 不禁念叨啊 前几天我还念叨说好几年没感冒了 结果就昨天就开始流鼻涕 估计是领视频的时候 前面那个女的咳嗽被她传染了 现在大家已经不讲什么安全距离了 这难受啊 这鼻子酸 在不断的流鼻涕啊 这个位置是白人和亚裔的混血啊 应该是 今天那位香港先生 一同租住的 把WiFi换了啊 前几天她就跟我打招呼 让我把阳台清理出来 说她要 弄个什么东西 我就 今天早晨听着 外边有老外在说话 嘰里咕噜的 后来我 去厨房 看着她的孤叶 在那坐着呢 她孤叶比以前胖了啊 那位香港先生说 她姑娘是 在医院的 营养师啊 昨天 香港先生跟我聊天 他主动拽着我聊天 说 她 姑娘让她退下来啊 她不想退 她说一退下来就 没啥干的 没啥营生干 然后说 过两年再退 过两年退之后 就是旅游 回香港 回越南 回 大陆啊 说是这样的 发表了很多感慨啊 她说人一晃就老了 这几十年一晃啊 她说的有道理啊 我也感觉到这种时间 太快了 她说的是对的 现在她对我逐渐 表示出友好 不像一开始呢 对我很有敌意啊 估计是这些年 七年吧 在一起 她也知道我这个人还不错 然后今天在连WiFi的时候 连了我的两个手机的 之前呢 是只让连一个手机 一个电脑啊 所以如果连两个手机呢 就得 交两份钱 我跟她说 这个旧手机是以前 在国内的邮箱什么的 偶尔看一下 她就很痛快地给连了 所以人的性情 也在不断地变化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可能对一些事情就看开了吧 记得以前在工作中 一个领导吧 一个女领导 有点凶巴巴 但是后来她当姥姥了 之后就突然变得 目光很仁慈 待人介入也是笑眯眯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变化 有人 他遇到一些 人生中的重大事项 他会变化的 就好比以前 听别人讲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个公司的领导 对下属非常严厉 但是有一次 他的儿子突然遇难了 车祸吧 从那之后 这个领导就性情突变 变得特别柔和 估计是他 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 性情有一个突变 确实是 就像一些女人 经历过婚姻的不幸 就突然变成中年变态妇女 这个词不太好 就是突然变得更加实际 对这个利益 对钱看得很重 或者有些女人 从最开始追求 浪漫的爱情 到最后 堕落为 追求肉体的欢愉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人生际遇所导致的 一种突变吧 曾经都是 很温柔的少女 然后 慢慢地变成 面目猙獰的 妇女 所以说 三月晚上还是妇女节 这给妇女过节 不给少女过节 阿拉巴马节 阿拉巴马节 这个鼻子在口罩下边 呼呼地流 领的食品也没有往冰箱放 直接放在屋里了 把那个 剪的那个超市的购物 购物框给它弄干净了 之后呢 放这些菜什么的 也行吧 那个生活 其实现在还是有点乱 对吧 这个时间 有点不够用 状态没调好 状态确实没调好 很难 101 汽油5块5 5块8 6块 这天感觉很温暖 但是 出来之后呢 却发现还是挺冷 对吧 所以就 多穿点 穿上大棉袄 自己的身体啊 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次是 干什么活了 回来之后 就感觉鼻孔里全是血 对吧 一醒出来都是血啊 鲜血啊 所以确实是 身体不行了 以前曾经觉得 精力是用不完的 现在觉得 精力逐渐耗劫了 它并不是消沉 而是一种 人生阶段 发生变化之后的反应 对吧 4块5 4块7 这块 这块的汽油 便宜丢丢 便宜一毛钱 好像是 这条路还算 那个人 他拿那个 拿着一个什么 弹弹枪 往我这脸上打 那个人 没有发现 他的车白照 我应该 这样的应该 报警了 应该是一个 小孩 应该是一个 是那种 淘气的小孩 幸亏我还戴着 这个眼镜 不过有一个 打在这个脸蛋上 问题不大 所以戴着眼镜 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打在眼镜上 就很危险 这块有点小危险 这个地方 这块路不太好走 这块 所以美国这个治安 不是太好 对吧 这个 作为家长 竟然纵容 这个孩子 在车上 拿着那种 圆珠弹 往外打 对吧 有一个打在脸蛋 还挺疼啊 有个坎儿 我这个自动车 骑了两年吗 将近两年 对吧 一年半啊 属于它的壮年时期 有时候 一些新认识的朋友 我就没有时间聊天 我就把频道的视频链接 发给它 我说这就是我的微信朋友圈 也比较省事 对吧 这条路还算比较熟悉啊 之前我在旧金山市政府那个部门上班的时候就包这片吧 我们的工作区域就是这片啊 前边前边走一块 在这还算熟啊 我的自动车 我那个小黄 我那个旧自动车就放在这个 这片区域附近 那个车库里 这块给人一种很荒凉的感觉 这个地方 这是Google的自动驾驶车辆啊 叫Waymo 从边上这样走吧 哇 这么多玻璃啊 这块 看来之前有汽车停在这被砸玻璃了 你说这些美国小孩能学好吗 在汽车里冲着路上的行人打枪打那种玩具枪对吧 不过那子弹也挺疼啊 那种圆豆状的 像黄豆六人大小吧 是吧 能学好吗 所以说 没意思 没意思 这个灯怎么走的 这是 是这样走的吗 不是走啊 以前上班的时候 经常走这条道 我记得有一次走到这的时候 车链子掉了 我那个自行车 当时骑了五年了 该换了 四年啊 2008年 四年吧 所以说自行车一般骑到四年左右就该换了 就不要再修了 就没有价值了 再修 这个车后边的玻璃碎了 这块的自行车道是新修的 这个流浪汉的帐篷 在桥下 下边遮雨啊 FORUS NANFORUS METALS FORUS是那种波浪纹吧 F E R R O U S 波浪纹金属 这块是个铁厂啊 收飞品的 收飞铁的 RANKIN路 这路没有什么车 这是自动驾驶车辆啊 自动驾驶车辆应该是以后的大势所区啊 因为人 他的判断会失误啊 机器一般不会 设定好程序了 他会严格的 按照程序执行啊 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 就像飞机一样 自动驾驶 飞机可以是那种 自动驾驶模式 今天一位旧金山的朋友回国 他在飞机上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一分钟 是他拍摄座位前面的屏幕 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上空了 距离上海还有800多公里 秀金山3000多英里 他坐在商务场 好像现在坐飞机可以有信号了 对吧 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 几年前好像经济舱 还有设置飞机膜 现在好像是可以了 飞机上有WiFi了 确实现在先进了 对吧 确实先进了 这个区域 自然特别乱啊 别乱 埃文斯路 以前我们经常坐这个轻轨啊 这条线 第三大道 这块有图书馆啊 这条街 这块有些垃圾啊 这块 没人啊 这块 这节气 是吧 见不到人 这两天吃的 还是发的食品 那种草莓果冻 吃着挺香啊 还不错 是那种碎草莓 冻成茬那种的 冻成冰茬 苹果 叶莓粥 鸡蛋 红皮鸡蛋四个 煮了四个 吃了一个 另外三个吃清 去黄 留青 去腹留子 睡觉还是因为这水袋啊 还是觉得有点冷啊 我其实以前就怕冷啊 就怕冷就怕热 体温调节功能不好 远东 炉头公司 汉语啊 写着 这是旧金山的东南区啊 Bayview这边 Gerald 海滩景观 看我这个鼻子吧 疼疼疼疼的 这边连海边比较近了 涂 暗 拉塞里 叫什么拉塞里一般都是拉丁文啊 皮口内比较灼热 这个人刮彩票呢 梦想的重大奖 没彩票是一种赌博行为 这黑内穿的还挺精致啊 黑内 这个 人生从盛年突然就变成狗烟残喘了 有的时候 这黑内穿的重大奖 这黑内穿的重大奖 在这等一会儿吧 往后退一两步 这个塑料袋拿着 装衣服 黑塑料袋拿着 装衣服 我拿塑料袋了 捡了一个塑料袋 装啤酒的 倒不脏啊 这边的塑料袋 这种的是可循环的 原来是一毛钱啊 后来长的两毛五 乱长架 哎 走了走了 把它翻过来 走了走了 这样呢 等一下风一吹就吹干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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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车扰民 离停电 有些黑格在这 体型吊胆 看这边黑格这么多在这 无缘长气了 干不过 干不过 干拜下风 我等干拜下风 干不过就是干不过 别人逞强 能跑就跑 嗨 谢谢 这边停车向垂直停车 垂直停车 这次到里边还是啤酒 有点没干啊 不过现在这种酒精应该很没干 这先修的路吧 这件事 这路修的不错 我用灯 有点险下坡 这个区很乱啊 这个区 但是路很好 这路真寬啊 修成这么宽的路挺有魄力的 这边的 挺有魄力 但是这么快的速度 有点危险啊 是有点危险的 所以设了一些减速带这块 这种带尖尖的是减速带 这块有人在路中间 轮胎痕迹啊 看来在玩飘移了有人 这是减速带这是 连着减速带啊 这块 啊 要什么都可以看了 这有个减速带啊 这个减速带没有火啊 躲不过去 啊 开门杀 这有一个减速带 啊 离车远点啊 离车门子 人家会有开门杀 这块应该停下来 其实按说 该停下来 啊 啊